通达佛理 何光及物 如果又懂又不懂又讲不出来 那就是无缘之人 世界上很多都是无缘之人 真的很可怜救不了的 师父给大家讲要何光及物 何光及物就是和佛光街上 那么你就得到佛光普照马上开悟 要无我无人 就是说 学佛的人要把自己忘记 没有我自己 我脑子里没有人了 什么都空了 当自己犯错的时候 自尊心很强的时候要想到 我有什么 我是谁呀 我做错事情不应该的 我有什么可强调的 要什么面子啊 我本身就是有很多污点 才过来学佛的 我不是圣人啊 不是圣人 做错事情是正常的 学佛的人要把自己忘记 我就是学佛人 我就是菩萨 叫无我无人 这样的话 直至菩萨 因为你没有你自己了 你的境界才会上去 你才会到菩萨界 然后你的真性不能移动 也就是说 你的本性是不能移动的 所以很多人说 你忘本了 什么叫忘本啊 你的良心被狗吃掉了 你真正的 好人的本性都没了 吹牛 撒谎 欺骗 偷盗 你什么都来 你就是一个 没有本性的人了 要在心中 没有是非 这个是非常有哲理的事情 是什么意思呢 自己心中 没有对和不对的 你们做得到吗 没有是非 就是没有一个事情 是对的 或者不对的 这样 才能把自己忘记 因为你觉得 这个事情 你是对的 你一定进入 谭臣吃三读中 你永远不会认为 你自己是错的 所以师父 经常劝徒弟 你们不要把任何一件事情 先用自己的心 来衡量 我对和不对 没有什么对不对的 这个事情啊 我要怎样怎样 解释半天 没用 自己做错了 哎呀 是他不好 他怎么样讲我 一解释 你又错了 你叫错上加错 如果有两个人不开心了 两个人都跑到 师父这里来讲 一个人说 师父 我错了 还有一个人说 师父 是他不对 我根本没有说过 他怎么样 你看 师父说哪个人不对 你们还要我讲吗 你们肯定和师父一样 说那个不讲话 承认错误的人是对的 而另外一个人 肯定是错的 明明有道理 也肯定是他错 学佛人心中 要没有是非 因为只有因果 所以那些不懂 学佛的人 根本不理解 这是非常有哲理的话 说没有是非 那我们就跟着 不好的事情做了 看见坏人 那我们也不去阻拦他了 那是另外一个概念了 那是因为在人间 因为你是人 你才会有对错 我们是学佛菩萨 我们才认为 人间是没有对错 只有因果 要守戒 要用心戒 什么事情都要用心来戒 难啊 难受啊 很喜欢吃蛋糕的 已经胖成那个样子了 看见蛋糕 嘴馋啊 咬咬牙 不吃 到结婚年龄了 一直没有结婚 看见男人 看见女人了 哎呀 真想跟他谈恋爱 必须克制 我教你们青年人 怎么克制的 你们的意念一闪 我就马上把他拧回来 你不是说 你要守戒吗 你不是说 你一辈子 交给菩萨了吗 你有一点点 我就把你拧过来 什么都不许有 那么其他佛友就可以了 来了一个听众 男孩子 我是刚刚在外面看见的 一个男孩子进来 好像蛮老实的 人也长得蛮帅的 还有三四个人围着他 要去讲呢 你说 你们是学佛人啊 你们这些小女孩 不给人家看得清啊 看得重一点不可以吗 我对其他弟子 不给他讲这么深 但是 对你们徒弟 我必须讲这么深 自己要自律啊 知道自己不能做的事情 不要去做 不该说的话 不要去说 如果你控制不住自己 你就不要跟自然界 不要跟天意去斗啊 你斗不过的 你只有学圣人 你才能超脱他 你才能离开他 举个例子 火车开过来了之后 你就算是 一辆最好的坦克车 你就横在那里 你能跟他斗吗 他180码开过来 你开60码 你一撞 坦克车都被他撞翻了 他是火车 他后面有加动力的 只有什么办法 等到火车来的时候 把车开离铁轨 离开这个轨道 也就是说 我们不要在人道里 跟人一样来受 而且我们要把这个境界超脱 我们已经到了菩萨的境界 我们不跟人斗了 那你才真正 离开了人间的烦恼道 师父给你们讲谁不好 就是给谁加持 点到谁 就是给谁加持 我不经常讲谁 他就得不到加持 要用心戒 什么事情 要用心来戒 比如说 喝酒 表面上 我不喝了 我把两个手捆起来 没用 因为心里还想着 要在心里 我不能再喝了 那才是真正的戒 过去 有一个小孩子 咬指甲 他爸爸妈妈知道 手指甲里面都是细菌 就给他手指甲那里擦辣椒 他照样吃 不怕辣 把他的手捆起来 他千方百计 把手挣脱出来 往嘴巴里放 这个就不叫心戒 心戒的意思 就是用心来戒掉这个事情 就是说 用不着你是否来拉住我 我自己不会做这些事情 要有境界 你才能成功地 攀上善缘 你有这个境界了 你就能达到这个善缘了 要开悟 才能理解 上境界 什么意思啊 你开悟了之后 你才明白 什么是高尚的 什么是低基趣味的 我们学佛 如果你的境界 到了菩萨的境界 你才看得出 人是多么的肮脏啊 同样 在人间 你怎么能看得出 人类是多么的肮脏呢 你只有到菩萨的境界 你才能看得出 人类是多么的肮脏 而与我诈 天天你争我斗 挑拨 要记住 要超越人界 你才能看清人界 所以世界上 种种的善恶 都不能影响到你的心 世界上 人家做恶事了 也不能够影响你 人家做了很多善事了 骄傲了 拍马吹牛 假装模范了 跟你没关系 不能影响到你的心 今天不管谁要做了 不能影响到你的心 我就是这么实实在在在做 我不管人家 我要么不做 我要做就做好 所以一定要明白 任何善恶 我们都不影响到自己的心 要学圆满的智慧 什么叫圆满 你们有人连智慧都不知道 怎么圆满啊 你们告诉我 什么叫学智慧啊 学智慧 首先要学知识 什么知识呢 师父天天跟你们上课 就是讲这些知识 佛学知识 要明白 要先学知识 你才能理解 因为你没有佛学理论知识的话 你根本不能理解佛教 第二 要实践运用 我们学了知识 我们理解了佛法之后 我们要运用 也就是说 势在必行 然后 有了行为 有了思维 这两个理念行为 都是正的之后 你才能转换成智慧 就像拜师一样的 你先要填表格 然后 要让你自己的行为 能过关 然后你才能有拜师的资格 要有智慧 不容易啊 心中要明理的人 才能有智慧 心中要有本性的人 才能有智慧啊 多少事让人心痛 心挂碍 这是人间的多种苦 很多人碰到事情 心很痛 心中挂碍太多 又害怕 又牵挂 又有阻碍 这些都是人的毛病啊 人活在世界上 你知道 你自己给自己 带来多少痛苦吗 所以观世音菩萨 在心经中说 心无挂碍 叫你们无挂碍 故啊 你们现在 天天心中 都有挂碍啊 挂碍我的孩子啊 挂碍我远方的男朋友啊 挂碍我的儿子 能不能身体好一点 精神好一点啊 这都是挂碍 这人间又有什么呢 你是谁 出生之前你是谁 出生之后 你又是谁啊 名字都可以随便改的 等到走的时候 你又是谁啊 你还不知道 要到哪里去啊 日常生活中 你被别人讲了 不得了了 我没面子了 学佛后 就不要有挂碍 人间的痛苦 要有功德圆满的智慧 去化解它 因为人间 有很多的痛苦 必须要有智慧 来化解它 就是想得开 想得明白 要开悟 因为想得开 也是靠圆融的智慧 很多人不学佛 一辈子都想不通 所以人间的嫉妒 就不能解脱 如果一个人到现在 还在嫉妒人家 说明 他还不能解脱出自己 所以我跟很多小青年讲了 永远要记住 我们不嫉妒人家 我们只管耕耘 不问收获 至于人家 有这个福德 人家有这个享受 那是人家的事情 我们不要去嫉妒人家 因为嫉妒 实际上就是一种病菌 会使你伤疯 会使你感冒 会使你生重病 很多重病 都是由伤疯感冒引起的 这个人本来体质就很差 再加上有病毒 有细菌 它会引发其他的病菌 而产生重大的疾病 我们要解脱争议 也就是说 我们要了解和脱离 我们的争议 争议靠什么来化解呢 就是要随缘度化 随缘生活 我们做人要随缘 今天有的就有 明天没有的就没有 我们度化众生 也是一样 我们今天能救他就救 不能救他就不救 要和光集物 就是说 要经常和菩萨的佛光 接在一起 要和佛光一起 你就会变得 非常的融合 马上开悟 就会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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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变得